我想确认一下 你们这个作品的名字叫 《入侵者》 《入侵者》 好 非常好 已经入侵到我了 对 贯穿我的身体的每个细胞 我的天哪 太狠了 如果被入侵 你是被占据了 你被占据 我被入侵 好吧 我给你留个占据 好 好的 我就不用了 没问题 没有 真的超级喜欢 而且 我觉得确实就像 你们的主理人陈骁说的 就是无法复制 这就是属于你们的风格 你们的风格 谢谢 哇 很假 而且很那种 卡丝的东西 洗脑的 可能我不能忘记这个画面 对 一个一个表情啊 对性啊 因为为什么 是因为你们 自信你们的颜色 你们的风格 对 所以你们一直保持这个状态 而且更厉害 更厉害 越来越厉害的你们的状态 我非常尊重 特别好 谢谢 谢谢三角老师 尤其我今天头发跟他们 就一样都很顺毛 然后我就想说 哇 那么顺毛 感觉就是 可以一起同频共振的感觉 对 不是 我虽然他们这个很帅 这个动作 但是我那会在你跳的时候 我脑子也想的是那 我之前用一个特别多的 那个表情帽 就是那个白的那个 它一直很嗨的时候就 我知道 我知道 快起来 他们真的是很善于 就是做一些真的平时 做真的是奇奇怪怪的动作 然后平时穿 你绝对不会觉得它是好看的衣服 的那种东西 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很美 其中我很喜欢一个动作就是 只有嘴巴 觉得那个段落非常的大胆 因为那个是整个音乐的开头 非常前段的时候 你们在甩头 然后突然之间 什么地方都不动 只有这个地方在动 然后我也会很想知道 他们在说什么 我们说的是 and the gua 那啥 and the gua是什么 and the gua 我的 gua 是字面意思吗 and the gua and the gua and the gua 你别吃是吗 and the gua 真的太棒了 因为我受伤了 然后我不是在家里吗 但是我有看他们的展示 然后我就跟我的PD说 我说没问题 我说我有信心 所以我就是觉得 今天在现场上看的时候 我就感觉像在看一场 非常专业的起舞比赛 然后最后我就是想说 再了不起舞神 每一个舞台风格真的都迥异 差距非常的大 但是我最喜欢的是你们 所以我们会组成一个队 然后就是不管结果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舞台你们就是最棒的 对 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战绩都是零 从零开始的 真的很感谢这个舞台给了我们这一次机会 然后我们一直走到现在 对 然后苏苏队长真的对我们特别特别好 对 因为我们几个小女孩可能有时候不懂事 然后她就特别特别包容 然后教会我们做很多事情 还有我们的肖肖 因为一开始觉得 啊 怎么有人跟我们脸一样臭啊 怎么有人这么高冷的 后来到后面 啊 怎么有人跟我们一样 可可爱爱的 奇奇怪怪的 所以我们能在一个队 所以我们能走到后面 对 真的 我们都不是脸臭 我们只是社空 就是我觉得我们第一次的会面 就完全是社空跟社空的会面的那种感觉 就是完全安静 然后大家只有练动作 没有人讲话 然后到第二次就是越来越熟 然后大家一起开玩笑 然后练招 然后一起熬夜 其实回忆还是很多 但是过程真的真的很辛苦 因为想到赖赖摔跤的时候 就是 她一讲到她就要哭 就是她都 她都没有跟我说她摔跤了 但是我那时候也没有说 我知道你摔跤了 然后我们就是很平常那样在练 但是其实 我是知道你摔跤了 但是那个时候我跟你不熟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关心你 其实真的过程真的真的很辛苦 但是可能十年之后 二十年之后再回看 我们有这样子的舞台和这样的过往和经历 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好的 那么T.I. Queen B 你们的观众毛巾成绩现在在我手上 总毛巾数72条 你们获得了其中的 58条 恭喜 好的 再次感谢T.I. Queen B 请在台下稍事休息 谢谢 我觉得这个作品是很极致的一个作品 他们的音乐选择是一首House Beat 就是 BO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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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音乐 其实对于很多喜欢街舞的朋友来说 这样的House Beat 听起来是会有点单调的 不过从舞蹈上 他们很好的弥补这一点 因为他们在里面加入了Flexing 加入了Voguing 还有包括爵士 还有编舞 各种各样的风格融合在一起 所以让这个舞看起来是非常丰富的 一直在变化 能量非常强 真的很棒 不得不丢毛巾 好 在年度总冠军的揭晓时刻 之前我们也先放松一下 了不起舞社官方微博 前段时间在微博上发起了 《舞社2七天舞蹈打卡计划》 今天我们也精选了几位网友的舞蹈打卡作品 邀请主理人们一起来点评一下 好 第一位 我们来看看这位ID名为 明目张胆的小号 来 请播放他作品 这位白不让美 く偏 你 为什么 因为他们穿过衣服 也不是我穿过衣服 又 我一直更希望世界里 我一直要给我一个人跳 这样的朋友我一直都找一找 看过这样的视频 我特别特别非常感谢 很感动 谢谢 继续 加油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这位微博网友ID是图山志花 请播放她舞蹈作品 美女街舞 蓝蓝蓝蓝蓝 使你吗 蓝蓝蓝蓝 好像蓝蓝 就从远处看 这跳得非常好 然后也是最近非常火的一首歌 然后很开心 也能够看到她的翻跳 那朱正廷老师 认真的吗 我觉得挺好的 对 我也不知道 我第一次来 不知道还有这个环节 我以为就是 我们也不知道 你们也不知道 是吗 我觉得就是挺好的 然后就是让在场的这么多 专业的舞者一起欣赏他的舞蹈 对 也是需要一些勇气的 我觉得挺好 对 这个记录我觉得超级好 就是你在记录你的成长跟进步 所以我觉得爱好舞蹈的朋友 可以继续地拍这些视频 然后可以去比对一下自己 到底进步了多少 然后继续热爱跳舞 好的 谢谢各位主力人 那么也谢谢各位网友 对我们舞社活动的热情参与